海鲜老黄人偷的消息 好 这是他一生的经验 他表演给我们看 好好念佛 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万云放下 成佛是真的 其他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必须要放下 那放下最重要的 不是在心事 是在心理 心理怎么放下 一人见识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这是智慧 这是我们的本能 虽然清楚 虽然明了 没有起心动念 为什么呢 知道这是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决定不会起心 动个念头 不起心 不动你 这是什么境界 这是佛的境界 好像我们现在 面对着电视屏幕 屏幕里面的色相 我们整个人 被他吸引住了 都以为是真的 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这叫六道凡夫 那佛看这个电视 怎么 他不起心 不动你 为什么 全是假的 起心动念 没妨碍 没有燃进 没有善悟 什么都没有 所有一切分别之者 都是你妄想里 它变现出来的 不是真的 真的等于灵 真的它没有 道理就在这 只要你参透了 日常生活 去练功 练什么 练不起心 不同的 不分别 不知处 果然把执着放下了 你就正儿乱苦 六道轮回不见了 这个梦醒了 醒了是什么境界 醒了还是个梦境 死神发现 六道是缘无 死神发现 清境 在净土 诸佛如来的净土 实法界还是不求见 实法界从哪里 从起心动念来的 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 不执着了 六道就没有了 不起心不动念了 实法界没有了 实法界没有了 才是正的 才是正的 破灭开悟了 什么境界限制呢 一真法界限制 一真就是极乐世界 化脏世界 诸佛如来的 诸佛如来的 宝土 它是新现 没有是变 新现的境界 没有生灭相 阿赖也 变现的境界 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是妄心变的 不生不灭 真心变的 所以 极乐世界 是真心变的 化脏世界 是真心变的 我们要用真心 习惯用真心 真心是什么 绝不欺骗人 绝不能占别人一点便宜 占不到 假的 近色闻身 在这里有练功 这叫修心 修什么 修不着想 修不动心 修这个 就是修不分别 修不执着 不执着 清净心现前 不分别 平等心现前 不齐心不动念 自心现前 绝心现 先要理解 宇宙到底是什么 相信佛的话 佛没有一句骗人的 整个宇宙是自己 自己 自己只有一个 真正的自己 就是自心 今天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多事 这么多境界 全是自心变的 全是自心变的 就像电视这个 画面一样 整个画面 是一体 不能分过 所以 对一切人 对一切死 用真心的爱 就是大慈大悲 没有理由 没有条件 叫同体 叫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无缘就是无条件 这就对了 所以入佛的境界 就是 入整个宇宙的全体 那么能 这物质现象是假的 物质现象有障碍 可以不要物质现象 在六道里面 高等的 重色 无色级 无色级 他不要身体 身体是累赘 不要 多自在啊 所以 地球上 六道里头 最高等的 是精神世界 那 色界天 它还是有物质现象 它没有欲望 没有这些东西 七情无欲 它没有 贪嗔痴慢疑 它没有 但是 它还没有脱离 身体的形象 所以它叫色界天 没有欲 色界天下面 是六欲天 六欲天 这些天人 他有欲 欲比我们淡薄 越往上去 越淡 欲没有了 就到色界 色没有了 到五色界 那五色界没有了 就处理三界了 处理六道了 那 礼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那么对 眼前一些事 一切人 是 随缘 不白缘 好啊 真正做到 于人无证 于事无求 为什么 你们说真 说就全是假 没有一样是真的 那无求 无真是真的 那么这个世界 大家都拼命在真平地求 它所拥有的 是不是真来的求来的 不是的 明明你有的 明明没有 真正能够求得到 能够真的到 诸佛菩萨都去证 都去求去了 假的求不到啊 这些人都是不明白英国的道理 英国是世间很浅显的道理 没有什么深奥 人喜欢财富 财富从哪里 佛告诉你 财富是来的 你修财富是越修越多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把范利 当做财神 财神也 供的是谁呀 范利也 真财神 不瞎财神 你看他帮助 勾建 恢复国家之后 这人很聪明 那勾建这个人 可以供 贫贱 不能供富贵 贫贱的时候 他是你的好朋友 富贵了 他对你就会怀疑 他知道 所以国家也恢复 他就要溜了 走了 逃走了 盖新名 带着戏事 西施是他的夫人 做香满满 做了三年 发大财了 发大财了 布施 旧疾穷苦 通通布施干净 再从小生意做起 三年又发了 三居三三 越施越多 他没有自己享受 他给一些穷苦的人 需要的人 他全帮忙 真才神啊 发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谓布施的健康长寿 你看世间人都想这三样东西 你看世间人都想这三样东西 佛经上讲的好啊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有因 他有苦 财师是因 得财富的财富是苦 法师是因 得聪明智慧是苦 无谓布施是因 健康长寿是苦 你看 佛教你 你只要中阴 果报就兴起 那为什么不干 确定不要想个 我又拥有 我要得到 那就变成业了 这个业 就有果报 善业 善善道 我业 善我道 佛教我们 不造轮回业 要造菩萨业 菩萨业一切为众生 没有一样为自己 他自己超越了 释迦牟尼佛在世 祝师八十年 他给我们表演的 就是菩萨正业 是我们的好榜样啊 我们要认真努力 那何况 他又教给我们 真正 利苦的路 所以佛的教学 叫什么 我们要知道 佛的教学 就一句话 利苦的路 中生太苦了 没有财富苦 没有聪明智慧苦 没有健康长寿苦 二 苦又究竟苦 究竟苦是什么 六道 你没有离开六道 你就没有办法永远 离开六道 要究竟离苦 必须要处理 六道轮回 那六道谁造的 自己造的 一切 善不善业 所造成 这些业 统统有染污 染污最严重的 我 有我 就是最严重的染污 所以佛教的入门 是把我放下 就入闻了 你看 小尘虚的话 粗苦 怎样真的 五种错误的看法 放下了 就真的了 这五种错误 一般人看错了 第一个 身体 以为身是我 所以佛教 头一个 要把这一关 放下 身不是苦 身是什么 身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 这衣服是我所有的 脏了 换一些 身体 不好使用的 换一个新的身体 这就投胎 又来了 所以身不是苦 我是不生不灭 身是有身有灭 那么有人就说了 灵魂是不是 是不是苦 它投胎 我人死了之后 变成灵魂 灵魂会投胎 灵魂是不是苦 灵魂好像是我 他还不是真火 他还不是真火 他迷惑电脑 那真定我 他不会去投胎 那真定我 实在讲 不能叫灵魂 灵魂 魂都是迷魂 哪有灵 灵怎么会去投胎做卧鬼 做出身 不灵 他全搞错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 灵性 生活 性是清净 性没有缘无 性是平等的 没有分别 所以佛教给我们 在六根 接触六尘 这里的修行 离开这个 没地方修 修行 就在人死物 这里的话 修什么 修不止住 什么都好 还行 跟我们做榜样 真的没有分别 没止住 那么他所吃的东西 他所穿的东西 都能够心安 为什么 道理明白了 理得到心就安了 心安就是最美好的 为什么 这科学家知道 一切发送心相似 我们那个心好 什么都好 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我们吃东西 有分别的人吃的是苦的 没有分别的人吃的是甜的 那为什么呢 自己把外面经济 就转变了 有分别的人穿破衣服的时候 很难过 明了的人说 穿破衣服的时候 非常华丽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用心来转变物质环境 那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 没有别的 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真念 没有邪念 没有染污 他们凭决定进去的 他们往生都是凭 清净 平等 决去的 最好的信念 所以 那个世界 叫极乐 我们今天地球上的居民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统统把不善念头 改过来 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 阿 尼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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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